那说 可以说了吧 我就是想说一件事情 就是之前彩票的那个事情 新闻有很多 你都听说 我说那国内为什么不能公开中奖人名单呢 我知道美国也有很多州 他没有公开 就是他已经陆续的在立法 就是说不能公开嘛 但是他还是有一半以上的州 要求就是彩票彩票中奖者 他要公开 你听懂这方面的 我没有特别懂 我问你两个问题 一 美国的彩票中奖者 是不是电视台也好 福利彩票中心也好 在未经这个中奖者的许可情况下 就能公开他的性命 我不知道 那你跟我说啥呢 为什么 那你见过谁在国内公开过吗 我没见过 这不就得了吗 然后我再说另外一件事情 啥就什么 什么就这不就得了 所以呢 那国内为什么不公开 那国外也没公开 但是国外是允许你公开的 国内是不允许你公开 那保护你呗 你确定是在保护吗 你听不听过这一个数据 那怎么的 就是你的意思 就是中奖的必须得公开 你得知道是谁中了 因为你怀疑这个奖 中的有说法 我没有说什么 我就说这一件事 为什么不公开 为什么我认为国家可以立法 说允许公开 我告诉你 而中国立法不允许公开 那我现在跟你联系 我说你会不会 你会去查一下 你会去查一下的 就是美国是正儿八经有一期 我是看过这个报道的 美国正儿八经有一期 就是那些突然一夜暴富的 就是这些买彩票的富翁 他们都过得怎么样了 好像是有60%多将70%都全死了 我还看到他们有投资失败被骗了 对 也有身无分纹 回到流浪汉那个级别 就说公开的 然后第二件事也是公开的 我们国家已经推动好多年 就是怎么说 我不知道在里边能不能说 就是有很多代表 那你这样的吧 你这样的吧 我看你在我直播间 你也是想呼吁点东西 想去给更多人听 你不是为了单纯跟我说吗 对不对 对吧 你不是为了单纯跟我交流这件事吗 你也是让更多的人听见吗 说白了 就是希望大家都跟你同样 呼吁这个彩票新闻公开 包括你等一下说的这个什么 这个代表的问题吗 是不是 不是 我说的是 你是想跟我交流 还是想呼吁大家 我是想跟你交流 跟我交流 我谈过这方面话题啊 我是我是社会学者专家啊 我讨论美国 我讨论上美国刷碗 到底值不值 美国有那么那么好的 你上来给我带这个节奏 是啥意思呢 不是 我可以支持你哥们 好那你直接说国外啥样呗 你说国内干啥 我就说国外 我说国外 他有 我不说好不好 至少他们做了这个举动 大多数国家 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官员财产公不公开 他他媳妇财产 政治现金是什么意思 说 他们名下 他们名下的基金 谁有权利去查 说 我我只问你这一件事 我问你这几样 你能不能回答我一下 你不用说其他的 我说其他国家有立法可以公开 为什么我们没有 因为更好的保护你的隐私 让你不容易那么嘎 去保护谁的意思 保护重奖人 保护重奖人的意思 不不不 我说的是人家官员财产公开 官员财产 官员财产 美国也不公开 好吧 美国公开的是他们的收入 我说他们大多数人 他们大多数国家 那你告诉我 咱这么说吧 那你告诉我 那个 有一个美国的那个副版主任 呼吁给每个三人 每个黑人赔36万的那个 知道吧 那个印度裔的 他财产资质 他有多少财产 你给我说说 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事情 所以我 行那就美国正班主任 行就美国正班主任 他多少财产 这个我知道你说的这些 他媳妇呢 你听我说 他儿子呢 你说的这些东西 人家都可以转移 各个转移给 那所以公开的意义是啥 对不对 但是 所以公开的意义 你咋的 你是不能回答我说话吗 哥们 就非得按照你的说 就是你问我行 我问你不行 可以啊 你说呀 所以公开的意义是啥 他儿子多少财产 他儿子平时玩的东西 你知不知道玩啥 他平时玩的对象是啥 你知道不 我不知道啊 你都不知道 完了你就带着问题来问我 你问我行 我问你不知道 我说的是制度问题 我没有说 就是这个制度 他存在 但是具体 他做的什么样 无所谓 只要存在就行 那我们连存在都没存在 我告诉你 你觉得是不是 我告诉你 你不是这么比的 存在 如果 我告诉你 就比如说像你说的 美国 就是美国民主一样 美国的办主任可以选 可以投票 我不觉得他们很民主 你随便 你随便怎么觉得 我只是 我给你抛空 隔空抛个把出来 美国很民主 班主任可以选 对不对 上一届 大金毛和这些卡 卡根特老头 他俩在选的时候 票上下不差多少 接近49比51 对吧 嗯 51胜出对49的人民主 不民主 那不是自由民主吗 这不是个伪命题吗 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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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收入可以 公开 他的财产不行 他家族的财产不行 他的 他名下的基金 你不可以查 那你公开的意义是什么呢 嗯 对吧 你再跟我讨论 公不公开 明天回头 咱俩一个公开 公开收入 收入可以给你公开 然后回头 那个 你资产 你不可以查 你不又要出来说了吗 还是一回事吗 我告诉你 我们 复献级 复出级以上的 然后都要报备 我们都要查 都可以查的 他们都会查 我们是可以查的 但是我们不对外公开 为什么要公开呢 公开的意义是啥 我问你 嗯 公开的意义是啥 公开的意义是保证连结 不不不 公开的意义 就是让傻子 觉得 哎 挺场的啊 你挺场的 你敢让傻 那肯定没事 美国就是这么操作的 公开的意义 另外一个意义又是什么呢 是像你这种 什么数据 我都不知道 多少是高 多少是低 我一概不懂 中国存在非常大的贫富差距 这个你知道吗 你这个你知不知道 你承不承认 我承认有啊 对 比如同样的活在不一样的城市 收入可以相差 甚远 这个有吧 对 好 那多少是合理 你说个人资产 多少是合理 对 钱也好 啥也好 多少是合理 只要你合法收入都合理 合法的收入都合理 你想你想想 我可能说 我说这是你的嘴脸 可能可能过分 反正我按照我主观猜 像你这种人 你肯定会到时候 那么我不禁要问 他是怎么挣着一百万的 他一个薪资 五千块钱一个月 他怎么挣着一百万 我都能想着你一种言辞 这时候 到时候怎么挨个 跟你这种认知去解释 你问你说 那个国外你咋证 不到 不重要 国内 国内咋证 不重要 我反正我没有一百万 你告诉我 你的一百万从哪来的 是这样吗 我说过这样吗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 我都说了 我都说了 对 我都说了 我都说了 你这种 我是猜想吗 你紧张啥 我在说正话之前 我不说了吗 我说当然是我个人猜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人家有先走出这一步了 我们不走出这一步 他不是白走 形同虚设 他也不公开 明白吗 你这么说吧 我是当个什么官也好 我媳妇是艺术家 所以我当这个官 他不能成为艺术家吗 我跟你说 这是美国逻辑 他不能成为艺术家吗 他画的东西 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你能证明他画的一定不好吗 是 他每次做画很简单 尤其同往画部上 啪这么一泼 这就是艺术 有人就愿意花25万美金来拍 你为什么觉得他不值 你告诉我 所以他值的话 我喜欢挣25万有什么问题吗 好 拍的这个人恰巧跟我要办业务 所以能证明我们俩要联系吗 一罪从无 你谁举例 谁拿材料出证明 对不对 对 好 那如果跟你走这套逻辑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不禁要问了 上哪说理去 对吧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 你这种人说话 我的意思是什么 你说话就是两头鲁 在你提出这个想法中 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 我再告诉你是 我们即使有了这个 你也会说其他的东西 因为本就不是同样的 可是我没有说呀 你不用说 因为你说话的那个态度 我就能猜出 当然我还是主观的猜 你要觉得不满意的话 你觉得 我为什么主观猜 因为在你说的时候 我还是那个 我主观的意向 我说的是我主观 你别怨我 每个人看到别人以后 都会有个第一印象 对不对 我看不见你 我光听你说话的时候 我的第一印象 就是属于什么 你的面相 还不是特别可赠的那种人 甚至面目还带点和蔼 但是说话当中 也带点笑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看你就看 你就看不出来 讨喜的感觉 很烦人的那种笑 很贼 就是我们东北话讲 就很贼 脸上皮笑肉不笑的 哎 一张嘴 下了黄牙 是烟字也好 茶字也罢 牙根下面全焦黄的 但是啥呢 你总给人感觉伸手 不打笑领人 但我就是不得意你 就是我有这么一个感觉 你就是我主观的 我可能就是对你来讲 有点 有点这个刻板印象了 就是我就是 不知道为啥 就是你一说话 我就讨厌你 这合理吗 对不对 我也不代表什么立场 我也不代表哪个公司 我就个人 你一说话 我就讨厌你 对这合理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 对呀 对吧 对吧 所以说我跟你说 为什么我在主观猜想 我主观猜想 我听你说话就不喜欢你 然后呢 感谢小芳姐跑车 对 你说的是你说的 然后包括你主观一段 OK 都是你可以说的 但是我只说了一个事情 我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出这一步 至于后续的 因为这一步走出去了以后 会搞出更多的乱子 好 我这个 我同意你说的话 我也理解你 按照现阶段 我们可能达不到 这个想要达到的效果 对吧 反而会适得其反 反而适得其反 我同意你说的话 因为民众的认知 还不足以高到那个程度 我明白 包括民众认知和技术手段 不是 我说的是你这种 我说的是你这种民众 认知不够高 你认知够高的话 你就觉得这东西是没有用的 那他儿子成为艺术家不合理吗 怎么着 难道他从政了 他儿子不能当艺术家了 他媳妇不能当艺术家了 只要这个事 你承认他合理 那公布公开 没有任何意义 就这么简单 好 我明白你说 我也承认你说的对 好吧 然后呢 感谢叔叔能力 咱俩是老乡 我也是长春人 我挺埋的 我洁癖 我想说一件事情 既然说国内都不好 我只是好奇 但我没去过 国内都不好 为啥国内都不好 不是 不是国内都好 美国都不好 台词约错了 美国都不好 我也长春的 我附中的 我的同学去班机前七名考的清华的 都去美国了 都留在那了 都不回来 我也很好奇 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 因为他们这辈子最大的失误就跟你当同学了 要你整的 你从小指定就跟他们一样过去 你说美国呢 怎么 怎么那个玩具都不用放电池 美国你说 你怎么大工一礼拜买苹果呢 都赖你 我从来没跟他们说过这件事 那你是不是跟他们同班同学吗 不是你说的吗 我是同班同学 我也没说人家好 那就因为 我没说人家好 我也没说人家不好 这是薛丁恶的帽 打不开这个盒子 就在说国内什么都好 对 我承认国内很多地方都会 就是行 你同学起一个考清华的 一共就起一个考上的 对不对 对于你 对于你来讲 是百分之百的全都留在美国了 对不对 对 好 那清华一年出去多少学生 我不知道 也不知道 回来多少 也不知道 有多少人是在那学习经验 然后学习技术 准备回来报效祖国的 你知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那所以我就说 我这一届 就是起一个同学出去了 都留在美国了 暂时留还是永久留 无所谓 反正他这一课没回来 那你不说他们出去那一课 他们都上美国去了 你看 你从这截止多好呢 你后面再有回来都大脸 工作快十年了 都一直 行 那这样吧 我这个人吧 我一般情况下不愿意 就是抛根问底 你哪届 是大副中考上清华的 百分其一个人 全都上美国了 哪一届 我能查 2011年毕业 2011年毕业 2011年 长春 世大副中 七个是吧 对 长春副大中七名 考入清华大学 毕业 他们是几年毕业 他们是哪年毕业 15年毕业吗 大学毕业吗 就是 然后 就是2011年 长春世大副中七名 有七名学生 考入清华大学 对不对 对 不止 我们副中肯定不止七名 我只是说 世大副中还不止七名 考入清华大学的 是吧 其中有七名 2011年 长春世大副中 考入清华大学的同学 其中有七个人 都是你的同班同学 这七个人 2015年 2015年毕业后 均留守 留守美国至今 对吧 对 这也没错吧 好 对 这个 我怎么能查着他们呢 我怎么才能查一下 啥 我也不知道 你这怎么查呀 好 你毕业那个 你世大副中毕业那时候 你是几班的 我世大副中 现在就有朋友 2011年 我看看稍晚 稍晚 稍晚几天 不远 我一会我现场调 我现场喊 我能给你调出 世大副中的人来 你不可以私信 把他们名字发给你 你不用 你把你的 你哪班的不就得了吗 我一查 我还查不出来 你班一共就起一个考 是呢 不是 我能调出世大副中老师来 你没事 你就说 你就说你哪班就得了 因为他是 他们都是我 我们都是一个初中同班同学 然后都上的世大副中 然后 在世大副中 比一个班 又不是一个班了 在高中不是同一个班 所以他世大副中的时候 当年毕业了 毕业了这些考入清华的 你只认识七个 可以这么说吗 对不对 对 是这么说 然后这是你 这是你们初中同一个班 你初中是哪个学校的 极大副中 极大 极大副中 是2010年 从极大副中毕业 对吧 11年吗 2011 11年是十大副中毕业 高中 我是 11年十大副中 高中毕业 09年 09年上的高中吗 2009年 极大 副中 极大副中毕业 当时你们是一个班的吧 是一个班的 好 当时你们一个班 你是几班 25班 25班 极大副中毕业25班 OK 然后后来 好 后来2011年 长存十大副中七名 这个有七名考入清华都没去 所以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只是你认识的七个人 恰巧都留在那了 比如十大副中那一届 如果去了100个人 都考上清华的话 你其他的去不去 你不知道 就是你认识这七个都留在那了 对 好 然后他们现在是什么身份 知不知道 入籍了 不知道 生子了 定居了 买房了 都在 都在 有的买房 然后就是咋的 就是说都不回来了 反正只是 就现在工作这么久了 然后没有 都在那工作 也没有回来 你等会看看 你看他们这 好像你好像有什么bug 你看看他们办理事 09年初一 09年高一 10年高二 你好像有bug 你要不你再捋捋 我没有错 你要不你在捋捋呢 我不用有bug 我没有错 09年上的高一 然后10年上高二 那是08年上的高一 又挪一年 08年上高一 然后08年上高一 然后09年上高二 10年 不对 反正我就记得 我是11年毕业的 11年 我们肯定 我是1年考大学 11年毕业 然后往前推 高三毕业 11年毕业 然后往前推 一年 你这么查 你查 极大附中 第一届 那个四年 就是实验班 所以说你不认识他们 我认识 我可以把名字发给你 你是咋的 四年制 你不知道 你念了三年 你以为毕业了 你就走了 那你念几年高中 你总不能记错吧 哥们 我念三年高中 我11年考大学 行 咱俩先捋着这个往下说 然后所以他们在国外 我认为 你像你这个岁数 08年高中毕业 15年大学毕业的时候 他们距离现在 等于在社会上 已经混了将近十年了 当然这些清华大学出去的 我感觉他们也不一定 本科就步入社会 肯定是继续继续神造 他们全都是 这几个全都是 研究生的时候 在国外读的研究生 对 就是继续神造 我的意思是 他们在社会上 可能混的还不足十年 有的可能读博了 都进什么研究室了 什么的这些 对不对 都毕竟都是高材生 然后 有几个读博 对 有几个读博 读博 我知道的是 假设读博 他是哪年开始 步入社会的 假设读博 假如这几个人 里面有仨人读博了 他从哪年开始 步入社会 因为我没读博 是我也不知道 他们研究生会不会 研毙 就你掰手指算算 研究生 什么硕士 什么完了读博 最早的话 如果快的话 最早的话应该 15年初就8年毕业 15年初就8年毕业 那几年 那读几年 那我不知道 15年大学毕业了 对吧 大学毕业 对 然后初学 读几年 本硕博 他不能读五年 那我不知道 那你就说 本硕博读几年 就是我说 如果最快的话 应该 21年 21年疫情 现在刚开一年 等于他们刚毕业了 刚实习一年 你说他们不回来了 你只说 你说的是这种情况 等会 这只是第一点 第二点 对 刚毕业一年 谁买房子了 拿啥卖的 你听我说 你不能总拿这一个 我哪是一个 我这都说几个事了 你说我 你不能说是谁买的 你听我说完 我知道的是有两个读博 对的 然后其他人是读完硕士 然后在那有直接找工作了 工作了 工作上买上玩了 对 然后他们有买房子的 结面结婚 因为在国外 硕士毕业了 硕士毕业少三年 然后2020年开始 人家上哪去挣的钱 大概18年 18年左右吧 18年左右就开始上班了 上到2020年 美国风 他得停吧 他也得停吧 他们为啥停 他不停 他可加一样拿工资 对啊 他们我这七个人 他们搁哪个城市 肯定是搁那个哪呗 北加州呗 高精尖技术研发的地方呗 还搁哪啊 我只认识两个都在西雅图 西雅图 西雅图房子均价也得七十八十 我只认识两个都在西雅图 然后 他们买房了 他们买了房了 证明他们不想回来了 这是你的结论吗 还是他们说的 反正有一个肯定是不回来了 你咋知道 骂娘了 因为他还有一个亲姐姐 然后已经比他大 将近十岁 已经在那一直过去了 然后他就整个家里人 父母都一起跟着过去 你有兄弟姐妹吗 我没有 因为正好那个人是我同桌 所以我们来 你现在人在国内 对吧 你跟你父母在同一个城市吗 我不在同一个城市 那为啥你父母在的地方你不在呢 因为我父母还没退休 你父母定居的城市 为啥你不待呢 为啥他亲姐就待在城市 他就一定会待呢 他亲姐在的国家 他就一定会待呢 为什么你对他这么肯定呢 他自己说 他父母都跟着一起过去了 他就不回来了 这边也没有什么亲人 好 那所以说是一个 肯定有一个不回来了 你认识的七个人当中 肯定有一个不回来了 另外六个呢 还有一个女生 她已经在那结婚了 然后她也肯定不回来了 对 你看不看我办公室 你看不看我办公室开张那一天 有个女的领个老外老公回来 她老外老公就想当中国人 看不看那个 我没看 见不见过老外就想待中国 见不见过 没有 那你怎么确定的 她肯定不回来了 我只能说听她说 因为我们正好有一年 对 我说实话 哥们我都玩的我都没意思了 你这样说的 我给你推荐一本书 叫福伯勒教你怎么套话 我这人现实没啥学问 就读过这一本 刚才给你使的全是福伯勒模式 我告诉你 再绕你半小时 你自己都教的了 真的 别往下说了 你现在就 你回头 你回头看一下 你回头看一下切片 你这会儿跟傻子 前言不大后语的 不 你现在认为 我跟你说的都是不是真实的 是吗 我没必要再拿这个东西 跟你编什么呀 我不怀疑你说 我首先 我不怀疑 你别着急自证 哥们你现在陷入了一个最大的陷阱是啥 叫自证模式 知道吧 从我开始让你自证 开始问你哪界的时候 你就不能回答 明白吧 自证是要无限去自证的 而且你说出了一个口 要有十个口去等着你的 没有必要自证 其实你无非想证明的东西 就是这些人到了国外了以后 有人不想回了 为什么 对不对 我可以直接回答你 为什么 有一些人面对新鲜的一个国度 比如说我去的时候 我明知道我是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我到那里以后我刷踢脚线 我扛地板 我也没回来 为什么 我对那个地方充满了好奇 我觉得这个地方等待我征服 我期待有一天我在洛杉矶 一跺脚洛杉矶都能阵三阵 我以为自己挺牛逼 很正常吗 年轻吗 你到一个地方总归想去征服这个地方吗 对不对 包括咱们搞科研的这些人 不单是清华大学毕业的 每一年中国向国外输出的高材留学生 很多人也不能保证各个都回来 因为人是唯一不可控的东西 但是等到他们人到中年了以后 比如说在科研界或者在哪界 我这屋连迈真的真实发生过的 曾经一个姐姐的老公 在NASA里面干着最牛逼的活 干着最多的活 任何奖项包括论文 连第四座者他都混不上 于是他老公等待时机成熟了以后 忍辱负重成熟了以后 现在回国搞科研 那是从NASA回来的 你怎么保证你这些哥们不会 在他们只接触了一年多的社会 的时候你就给断言 他们不回来了 为什么他们不回来 还是美国好 我告诉你 到任何个地方都有他的好 你去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我同样能感受他的好 我穿袜子 我在地上走 脚都不脏 那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他干净吗 是因为他人少 等有一天你把什么问题 都看清楚了的时候 你就有可能想清楚了 他再好跟我没关系 他把我不当自己人 所以我选择回国 所以你的哥们 为什么到那一天 他不会选择回国呢 你能替他们决定吗 这里边没有任何一个人 跟你关系熟到这个地步吧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得出的判定是带有什么倾向呢 你是想证明人才都留在国外了 有钱的都去国外了 那只是因为你没去过 你没有付出青春的代价 如果你付出了青春代价 你去过了 你感受过来 你说不定你也不想回来了 其实我直接从问题角度回答你 你一样是无话可说 对吧 说的有道理 我刚才在看那个 我能插你一句嘴吧 就是我刚才看他说 我有一个初中同学 我们学校要上麦 你可以让他上来一下吗 行啊 你说哪个是我初中同学 我不知道 我是 不知道 刚才他说的 说我有一个初中同学要上麦 说我同校的 你是哪一个 就只要是我们这一届的都可以 你这不又给自己献回自证环境了吗 你就证明你确实是那届毕业 证明其实确实有这七个人 回头一会儿又考到 你怎么证明他们不回来的时候 你不又给自己献死了吗 别只看眼前呢 对不对 你说的有道理 是吧 你不得从结局往回推吗 好 是不是 所以你能懂了吗 如果说你 你的这些哥们 已经此时此刻 四十多都问五十岁去了 他的青春 他的整个事业 他学的这些所有造诣 全都奉献给美国了 他们已经确定不会 生儿育女了 已经在那开支散业了 咱俩再讨论 那是另外一个画面 人家21年 独博的21年才毕业 美国那时候也疫情 出来到现在满打满算 可社会上没混上两年呢 回来 你就算问家里 家里都告诉你 再学学 肯定是 对吧 对 有道理 然后呢 没有然后 我觉得你说的对 行 这几个问题你都回报 完了 你检讨一下呗 为啥同样的学校 人家都考上清华大学了 你上哪了 211 完了呢 现在干啥呢 现在后半夜跟人家连迈对线 证明美国强 没有 我没有说美国强 我从来没有说美国强 但是我认为 开玩笑 开玩笑 别往心里去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能完全绝对 你想通过有人 你想通过有人留在美国 证明不了他强 你得通过一个真实 真实有效的一个横向对比维度 比如这件事 你看人家这么干 就会有这么样一个好处 咱们不这么干 就没有这个好处 你看这个我们值得学习 如果在我们的体制 以及社会风格允许下 我们一起呼吁 真的有这个东西值得学习的 对吧 实际上现在在我心里 我是有这个东西 你想听吗 我觉得我们值得学的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美国 你说吧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他不是说所有都是差的 肯定是有我们值得学习的 我们也不是说所有都是好的 我们也有需要 有不好的地方 需要去 逐步的去改进的 就是这就是你的基础 这就是你的基础思维逻辑 首先我告诉你 作为一个国家 我们国家 作为一个国家 不可能有什么东西是明摆着 它就是不好的 只能说暂时我们没有的 如果说我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不好的 那么一定产生的比较是 这人家的这个东西是好的 那也就意味着 人家的这个东西 必然跟我们是同时存在的 那如果他跟我们同时存在 就是美国也好 哪个国家也罢 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规则 任何的一套方案 它如果存在 而且是好的 我们不存在 或者我们存在 我们是坏的 如果是这么一个逻辑对比的话 那这个国家一定在 民生也好 军事也好 医疗也好 在这个领域一定对我们 比较起我们 那就是碾压 降级拍打 因为你不是没有这么简单 你是不好 人家做的是好 这是正数和负数的区别 不是正数和零的区别 你明白吧 那如果有这个项目存在的话 那我们作为老百姓 早就能感受得到 而你此时此刻 你生活在中国 现在这个 比如高速的信息时代 然后现代化发展 城市化建设 你在感受这些东西的同时 你感受什么东西 是人家特别好 你没有的了 其实我每天直播 我就期待说这个东西 谁能告诉我 国外 你看人家有这东西 而且做的特别好 国内也有 但做的特别拉 是什么 我们拿出来讨论讨论 你说呢 但是我们倒是有一个东西 国足 这个讨论不了 这个讨论不了 我只是说 技术上的 我就说我们用的东西 不是说美国最好 美国也不行 我们 因为我是做电力的 我们发电机的断路器 是从瑞士ABB公司采购的 就是花了很多钱 然后我当时也问过带我的师傅 我说为什么国内也有 有很多厂家也有 甚至说它也不是什么专利产品 我那个公司也给我们授权了 为什么我们其他的东西都用国内的 为什么这个不用 他说国内的不行 国内的如果用的话容易出现安全事故 这个我建议怎么说呢 就我们不能拿自己比全世界吧 对 我说实话 这个我们这个心态是好的 就是为什么一比中国的时候 就是那中国跟全世界比 你要跟瑞士去比光刻机 你跟德国去比机械 你得跟美国去比远程牧羊犬 你得跟美国去比远程序幕 你为什么拆开单独去跟他们 怎么的 难道全世界就俩国家 一个叫中国 一个叫外国 你横向比的话 你总得比 我跟你这么说 国内现在最大的成就在哪 在城市化 现代化的发展 是因为我们倾举国之力 我们倾所有人的利息 都在朝这个方向去 把基础设施追上了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主研的一个方向 都有一个扶植的方向 我说一下 只是说你刚才说 就是说我们国外做的特别好 然后我们国内有 但是做的不好 我只是说举着一个例子 不是说不行我们也有 我们现在也是做的越来越好了 然后还有评论的 说的这个事情 如果你们是专业的 你们去了解一下水电火电的段路器 各个省份有多少去买的 ABB公司的 不是说我们不想用国内的 我们有过文件 有过要求 就是能用国产的 必须用国产的 甚至说电脑都是用国产的 这个ABB我不懂是啥 就是我问你两个问题 就是作为旁观者 完全不懂路人的 ABB是有专利 我们不得已 就不能碰 不是我们有专利 他们已经授权了 没有专利保护 没有专利庇护 他授权了中国 为什么还买它 就是他做的东西 就是比我们的好 就安全上比我们强 那你说这话 你说这个我就不认可了 你知道我跟你说 你说个现象 你知道为什么 现在很多手工业都朝东南亚去 从中国撤出去吗 你知道吗 因为中国的成本 不像以前那么低了 不像以前世界上那么成本 那么低了 而现实中国作为一个代工厂 就如果你拿代工厂 来看中国的话 实际上我们国内 很多这方面 就是代工 包括帮人去生产 具备任何 就是世界第一的资质 主要看你花多少钱 现在谈的是钱 现在他不是谈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这个技术 周边配套设施 以及本地的 你是说电厂也好 什么那个PD也罢 哪个东西都不差 主要看你掏多钱 现在没有啥 是中国产不出来的 只是你看你掏多少钱 商家撤走的原因 不是因为国内没有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他付不起这个成本 我们这个所谓的成本 是什么 是我们的通货也在膨胀 我们的房价也在涨 工资也在涨 每天的开销也在涨 我们已经不像2000年初的时候 每个人5000块钱 就已经能活停好了 现在5000块钱 可能只是个基本了 明白吧 国内也在发展 所以这是实在发展下 必然的一个情况 你原来付一件东西 付2块人民币的代工费 你能做 现在2块就做不了了 因为2块给国内 已经不当原来的2块用了 但是对于他们来讲 美国那种物价来讲 你房子可能最近涨了很多 工资 你这些年也没翻上一倍 我08年去的时候 8块一小时 到现在也没到16 对不对 工资没翻上一倍 但是我们很多东西 已经翻了一倍了 这就是每个国家的贸易的不同 所以很多 很多方面的东西 他就得撤出去 他不撤出去 他就负担不起这个成本 他意味着他要涨价 因为我们在发展 现在的中国 不是说你 你有什么东西 你让我来代工 我产不出来 你有什么东西 材料是我没有的东西 除非玩专利的 你不让我碰的 你但凡让我碰的东西 没有产不出来的东西 只能你拿专利限制我 我们能产出来 而且ABU公司 对于这一块 对我们也有授权 那所以他们就回来说 那为啥 为啥还得买人家的 是不是版权 是不是专利 不是专利的问题 我特意 因为这个是问过 为什么我们还要去买 而且是 他哪里代工不知道 但是我们验收 还要跑到瑞士去验收 出口转内销 原材料加工 我不知道它是从哪产的 但是我们验收 要跑到那去验收 瑞士本土没有生产业 跟美国一样 连美国都没有 然后小的一些水电站 就是它发电机组 比较小的是可以用国内的 稍微大一点的 都是基本上 都是用的ABU公司的 都是从国外直接采购 所以就算是吧 回头都用的ABU公司的 我们都用了人家的这个东西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们自己应该发明一个 不用人家的 不是 只能说 就是可以做得更好 因为我们店里这块 国家已经做得很好了 那你就 那你就 那你就作为一个高材生 12点钟的时候 别跟人连迈 让人家 咱们问的 你无限自证 你作为一个高材生 你去学学 报效祖国行不行 就别给这问 不禁要问实际 要问为什么 你说呢 假如说真相 如你所说 有道理 是吧 我不懂 我只能当主播 你懂 那你去 你学一学吗 你问我有啥用 好 明白你说的意思 好了 上一个个上来 耿个小拨 挨个耿个小拨 下面打字的时候 充满了节目效果 耿个小拨上 嗯 好 嗯 好 走了